凉拌黄瓜切记不要直接放盐 今天大厨就教你一招 这样做出来的凉拌黄瓜既好看又好吃 真的是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首先把黄瓜拍一下切成小段 然后再往里面加一勺白糖 在下手把黄瓜抓拌均匀 加入白糖可以让黄瓜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清甜 抓拌均匀之后把冰箱晃进黄瓜里冷藏10分钟 锅中提前烧开水 把木耳和腐竹下锅给它焯水一分钟 煮好之后再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 装进碗中备用 黄瓜腌好之后再往里面加入干净的纯净水或者凉白开 把黄瓜里面多余的糖分给它清洗一下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作菜 能点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把腐竹和木耳放进来 切好的洋葱丝和小米辣也放进来 再加入一点蒜末 18颗油炸花生米 再加入少许的香菜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这个麻香凉拌汁 夏天用它来做凉拌菜 凉拌黄瓜 凉拌芳片都是非常的好 随便给它抓拌两下就可以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凉拌黄瓜 真的是开胃又下饭 实在是太好吃了 你也快做给家人尝尝吧 谢谢大家